台湾市实施公武停二分区限水 枫园区虽然减压供水而已 不过报馆事件频传 大家也都纷纷买储水设备来有备无患 最近连锁五金百货就进驻枫园 连带的带动了各种省水储水商品业绩 像是折叠水箱、储水桶 还有DIY解水、揉水器等等成章有四倍 数万件的商品种类加上明亮的空间 引以战事的消费、主公小家庭以及上班租屋客群 大手水个两下 20公升的折叠式水箱就可以带着走 两用除水桶可以除水又可以饮用也很方便 而可以DIY省水 有超过30%以上的揉水器也都是热销商品 像揉水器的部分就非常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像我们近来就是发现 其实相关的商品大约成长了三到四成左右 台中公五亭二分区限水 丰园区是减压供水 但大家都是有备无患 连带带动省水跟储水商品的买气 而看好商机 五金连锁百货也进捐丰园插旗 主公小家庭以及上班租客群 而卖场设计是以一阵式消费 要满足大小朋友的购物需求 我们一家人其实到宝家的店里来 可以买到所有你所需的商品 爸爸可以买五金的商品 然后妈妈可以看一些生活的用品 然后我们这边连小朋友的一些 就是文具啊玩具 其实都是有准备的 然后呢我们有推出PoiaPay 那PoiaPay呢 其实它就是宝雅跟宝家 一个双品牌的共享的支付 所以呢你可以共同的累积基点 然后也可以做点数的一些换证啊 先把它逛一下 如果知道说 哪里可以买到什么 我就以后就可以尝尝说 我要买什么 就直接跑到那个地方买 应该是很OK的 说万件的商品种类 搭配明亮的空间设计 彻底打破传统的五金百货形式 也让消费者有更多样化的选择 打进风险的市场 来抢占一行之地 热链交话台中采访到